哈爾濱市再次爆發群聚性感染 到外區華南城的一棟樓內的所有居民 都被要求檢測排查 網友上傳的視頻顯示 幾十名身著防護服的防疫人員進入樓內 至少有兩輛防疫車停在樓前 4月27號 網友上傳視頻說 黑龍江疫情大爆發 可是官方依然在隱瞞 視頻顯示 等待核酸檢測的人大排長龍 視頻中一名男子說 黑龍江人出省就受到歧視 跟武漢人的待遇是一模一樣的 4月29號 南京大批民眾聚集在 南京軍區總醫院門前等候看病 上傳視頻的網友說 清晨6點 醫院還未開門 排隊看病的人就已有近千人 中共4月29號公布了召開兩會的日期 似乎北京疫情緩解 但有軍人家屬向媒體透露 現在防疫風聲更緊了 不但不讓軍人回家 連通訊都不讓了 還有服務員人員表示 上面要求預備入伍 好嗎? 好嗎?